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sa 崧薇 我是台大政治系四年級 然後就直接進入正題 YM是什麼呢? 十個月的創業競賽 分為四個階段 賽制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去網路上看 這邊就不多說了 好 直接說一下為什麼我要參加 在大賽以前的時候呢 我是政治系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口才非常好 你給我什麼我都可以買 什麼東西都可以買 絲襪什麼也可以買 所以大賽以前就覺得 應該要做什麼呢? 不然當國民黨的甜心霸人好了 對 食安問題 但是後來就想一想 我今天才21歲 我真的要這麼早就確定 我接下來要走這條路嗎? 是不是有點太安穩 只看到自己擅長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呢 就看到了很多學長姐 參加過一個比賽叫YM 創業競賽 有科技 有商業 而且又是很高壓的競賽 我決定那我來做一點不擅長的事 參加這個比賽之後才發現 這十個月的過程真的非常長 而且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其中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呢 就是想創業的idea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他會花九成的時間來定義問題 所以想創業的idea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from 0 to 1 就是這本最近頭的一個創業書 所以那時候呢 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團隊是一個人 商150幾個店 其中當然有一些是非常笨 就什麼脖子架都有 就給小朋友用的 頭第一會進市 就非常這樣懶 所以大家沒有覺得 那些叫很神聖什麼之類的 不可能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 有時候不如語氣地步空想 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大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台大學生 台大對面就是成品台大書店 一個月的時間我每天都去 晚上有空我就去 把兩台只要跟創業商業相關的書 每一本都看 像是非常有名的金石創業 彼得杜拉克書我都看 所以在YF學到的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學習的能力 在YF我們這一隊的隊長 是台大花工系 可是最後他還負責寫我們這一隊的財報 我們另外的代表 台大國氣系 最後在團內組內做的事情是RD 他去研究電路板 然後去研究感測器 所以一輩子可以跟著你的事情 可能不是你那一張履歷 可能不是你現在也開一頭 但你一輩子也一定要維持著 很重要的就是學習的能力 直到現在我發現我有什麼不足 我都會去Cosera上面上課 有很多Walking的課非常的好 所以第一個我學到的事情 第二個學校時期呢 就是大家已經聽過 創業很重要的是人 在YF一個隊伍有11個人 從一開始的組隊 你要怎麼promote自己 政治系欸 又不會寫財報 又不會coding 你要幹嘛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然後呢 四個月的時間非常漫長 中間有人跑掉失心 你要怎麼去凝聚大家的感情 你在團內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的工作 你要記得要自己的定位 那當然我們組的感情很好 常常繼續宜蘭沖浪什麼之類 直到現在 我們這七個人隊伍 還是非常經常聯繫 有人念著情侶 然後我們的兩個夜師 是在台灣的創業圈 非常有名 這個妹是Tikaj的創辦人 所以直到現在她對我的實行 提供我的工作 她都給我非常多的幫助 所以people community 是我在YEM學到第二個 很重要很值得的資產 最後第三個事情 就是不要害怕去要求幫助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換了點子 做的是一個網路平台 給女生專門用的租屋網站 這個中間過程非常的suffer 非常的痛苦 但是呢 我們就開口出文 去看附近 我們外面有什麼資源 所以最後呢 像是很有名的Line Whosco 或者是Google Map的台灣代理商 都提供給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甚至有人表示說 可能願意來投資我們 就我們得到非常多的幫助 所以YES整趟走下來 將近前面應該四個月的時間 在最後呢 通過英文口試之後 很幸運的 我當上了最後的代表 對17個人 然後有機會到海外參訪 那海外參訪 我們今年去的地方 就是柏林跟荷蘭 這兩個地方是台灣的性 歐洲的新創環境 跟精神 非常好的兩個地方 那關於出國 就是 大家其實出國外 有越來越多出國的經驗 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我們當然有做一些 很瘋狂的事 可能吸大麻 喝酒 就是非常經常的事情 但我比較想 談的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叫做北木 是荷蘭一間做腳踏車 自行腳踏車的公司 腳踏車非常的漂亮 非常貴的一台平均的單價是十萬塊 那這間公司呢 是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去參訪的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間公司呢 我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叫P-Lock 我們現在自己是台大創意創業學成的學生 那我們在畢業前 每個人都要執行一個創業的專案 那這是我做的事情 是一個三合一結合房道 充電 定櫃 找車 三合一的智慧踏板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帶著我們族內的團員 給我的Promotype 直接跑到歐洲去 我跑到每一個人 我都是問他說 你覺得這東西在歐洲有沒有市場 有沒有提供資源 跟銷售的管道 可以提供我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去跟他談 這是CEO Taco Caldeer 我們就跟他問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可以合作 或是技術上的支援 他就說OK 我們的RD部門現在分布 現在是在台北 在101附近 你回去台灣之後 接濟信聯絡他們 就算他們今天可能 可能會給你們一些RD的建議 研發建議 甚至可以提供實習的機會 甚至有各種合作的可能 這件事情要說的是什麼 就是其實開口去問 去尋求資源 去學習 是在任何地方 他不會被雲限職的 我在台灣做一樣的事情 我跑去找GoGoDook 我跑去找Google Map的代理商 我在歐洲也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這個態度是 他不會受到別人的限制 你只要今天有心想要拿的話 你隨時去問 你隨時去要 別人只要覺得 你這個人夠積極 他們都願意幫助你 這是在我在歐洲 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收穫 然後也是我一間 我非常喜歡的公司 OK 回到台灣之後呢 因為我在YEAN兩個階段 我做的都是網路 第三階段 K-study 我也是做網路的策略研究 所以我就覺得網路這個領域 我很喜歡 那接下來這五年十年 我先專心好好投入自己的產業 所以我就決定 我想要投入網路的產業 所以從YEAN回來之後 我進入了台大的創意創業學程 試著在課堂上做著去學習 更緻密更有規劃的行銷財物 甚至物猶相關的知識 那同時呢 我也加D-Car 去看看台灣的年輕人 聰明的年輕人 是怎麼做網路的 也許可能是下一個台灣的無名小站 甚至下一個亞洲Facebook不一定 那未來三年我想要去北京工作 因為北京是現在全世界做網路 非常厲害的國家 城市 在30歲以後 我很勇敢的 雖然不一定會成功 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30歲以後我還是想創業 就是這個年齡我想創業 這個女生叫做Richard Holt 她是紐約數位部門的執行官 然後呢 她跟我一樣是DAT人文科系 她也是商業部門科系 紐約大學歷史系 創過兩次業 兩次創業的經驗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創業圈子裡面 女生的創業家是非常少的 而這個情形在亞洲又格外的嚴重 所以就是今天 等一下分享那個獎證端容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算她 因為這件事情困難 這件事情不是一個常態 就更表示 如果今天我們有這個心 有這個想法 如果現在22歲 我還把我這個心的話 我一定要記住她 也許有一天如果有能力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成為下一個Richard Holt 然後最後還剩7分鐘 我好像講太快了 不然我講到速度真的很快 大家會覺得太快嗎 不然大家多的時間可以QA 太好了 最後我想給大家的建議 是Context 什麼是Context呢 就是這邊沒有任何的judgment 但是我看過非常多的人在台大 台大的人有一個特色就是 大家資源非常多 所以大家一次會看很多事情 一次二十幾個事情 整個大學下來 什麼部門的部長啊 比賽、實習都接 但常常經常面臨到一個問題是 他們的思念裡面缺少一個脈絡跟Context 這兩個會有怎麼樣很嚴重的缺失 我覺得第一個面臨到很嚴重的缺失是 每一個人都有Credit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活動 屏幕有那麼多的話 你可能會留下不太好的名聲 這個人就常常開會不到 然後呢可能有一些業師 或有一些產業界的一個大頭 他可能看到你也覺得這個人的 大概就是不是很投入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資源的人脈 他可能也不會介紹給你 所以很糟糕的事情是 你可能在這邊留下的名聲跟你的人脈 是沒有辦法延續下去的 那第二個風險是什麼 就參加很多活動之後的風險是 可能你會沒有辦法了解自己 到底適合什麼或喜歡什麼 所以不是不能是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應該是 要在每一個活動跟每一個工作事息 創業之間 你都要找到出一個自己人生的一套Context 跟脈絡建立起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的Context是什麼呢 我的Context就是 這樣會不會很像YEA的品牌公關大使 對 我的Context是從大三開始 我大一大二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YEA之後 快發現我還蠻喜歡網路產業 所以我去找學校裡面 有哪一些創業的教育資源 我去看有哪一個startup很有潛力 只是可以讓我去學習網路的知識 然後最後 未來三年我想去哪裡工作 網路最厲害的城市北京 所以我會去找一個自己的一套脈絡下來 然後呢 再去發展 接下來可能未來十年 或二十年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當然 除了Context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執行力 所以 開始行動 Why not now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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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有請問 還有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開放三個好了 我教你 好 行嗎 好 好 他就想放 對不對 你有去看今年的grudge party嗎 frudge party 對 Froach party 對 有 衝鎖人員 那你覺得今年也是 對很多前進的狀況怎麼樣 很厲害啊 有一個第四名在這邊 對 有一個今年第四名 今年好像有很多人才講 對 我覺得 就 以YEF本身來說 我覺得第一階段比較沒有那麼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對 就是接下來第二階段很重點 對 但是第一階段沒先讓大家試試水溫 就是可能就是 其他隊的情況怎麼樣 大家有多認真 其他隊伍是有多認真在仔細 看你們這一隊 可能付出了多少心靈 自己本人付出了多少心靈 然後也可以看看其他隊的簡報 我覺得今天的簡報做得很漂亮 然後很多人的簡報能力很好 對 你可以說一下那個Richard Holt的部分嗎 Richard Holt OK 要為什麼 這個 就是他給你的付出一些 就是他相關的東西是 OK 大家的報導可以去KR核牌 就是應該很多人知道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特別說 他是因為 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都會知道要問前輩 就是可能未來的方向都要問前輩 那在問前輩的時候 我會選擇一個人的背景跟經歷 跟我比較類似的人 因為這個人給你的意見 可能就會是最實用的 那為什麼會特別說Richard Holt 因為我覺得他的整個跟我是有滿大的接近 例如History 他也不是相反背景的 他最後可以自己創業 然後做紐約數位部門的部長 然後自己是政治系的 所以我覺得中間可能可以去找一些connection 然後他自己創業 他做了幾年媒體的網站 我之前有在媒體公司實習過 對 所以這個就是他有很多的背景 跟他的抵押的發展 事實上我覺得 我也許可以去參考 不用百分之百的COVID 因為不太可能 對 但是也許我可以去參考 然後去看看這個人 他是怎麼樣去做他每個人生的決定 然後他未來年二十年 他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我覺得東西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所以我特別選擇他來說 欸他很漂亮 超整 超美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什麼樣的動機 然後讓你去刺激去說 想要參加YEM這樣的活動 是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因為台大很多人 就你剛剛介紹過那個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參加很多活動 然後導致就是有些業師或者是誰 然後就覺得他頭目不夠 所以你是說 因為大家都參加很多活動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一定也要去一個YEM 這是一種一員進入的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我想問說 就是台大學生 對於參加創業競賽的 就是風氣是怎樣 就譬如說很多微學院的 還是就可能會就是想說 我先試試看 很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我一開始就有介紹過的 但是再講的實際一點 剛才講的有點花球袖腿 再講實際一點 是我想要往商館的方向搭檔 然後以我的背景 我很清楚知道 我不會投到YEM局 或是我不會投到IEM 那我就覺得 參加的商業競賽 是一個很快可以讓你展現 你自己能力的舞台 然後可以跨入商館的領域 所以我選擇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第二個你剛才提到的是 台大學生現在參加創業競賽的東西 我覺得好 越來越好 非常的好 就是 就是台大現在自己的副校長 程亮基 有很多電機系的可能教授 或者是很多校內的資源 自己參加的台大創業競賽 然後越來越多成功的團隊 像是BLOX等等的團隊 都會鼓勵大家說 也許可以來試試看這個領域 所以像是電機系啊機械系 非商管學 文科啊 或者是政治經濟的東西 都有越來越多人 在碰觸這個領域 對 所以我覺得創業它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畢竟也不是投資銀行 什麼之類的 所以不用一定是財經系的人 才可以參加 你今天只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你有創造的能力 你有實行的能力 就是創業競賽或是創業 都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進入的 那我們掌聲謝謝Alyssa 分享